哦猴强啊给大家开播预演啊一分钟 风眼的局呢很简单啊就是无脑冲不平就好了 要么风眼赢要么穷者赢平局还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他特别容易一边倒两边谁战术优势啊 就开始滚雪球看一下月亮和 大家等我的一个分析啊这道阵容 我无敌看好风眼 风眼强的一大糊涂 抓个心理学家抓个盲女都不再换下 然后做一波防守成功就赢了 他们只有一个打架为哭泣小丑 只要风眼这把不抓哭泣小丑 一切都好说一切都好说 这边的话上来第一个点还是个盲女 只要看到这个盲女 眼睛看到这个盲女 稳赢吧 没有任何悬念 打不了 真打不了 这风眼抓个盲女挂上了 球者就已经游戏结束了 平一点可能都没有 这局只有风眼上来什么呢 盲女狗柱蹲了 风眼没找到 然后呢心理学家又在非常远的点 风眼硬着头皮抓哭泣小丑啊 那我觉得这边球者有点机会 除此之外 他就算抓个心理学家 我觉得风眼也保平真胜 这里是队友滑墙来保一手盲女 也可以嘛 你滑墙你就没修机 对不对 你这个墙拦我一次 那你是不是也得拦盲女一次呢 我这边追猎待会起来 是不是就有机会打一刀了 抽刀 板子下掉 这块板子其实不能下 因为风眼踹板子太快了 这里哭泣小丑不会开个火箭吧 哦两个人一起开火箭 也行吧 但这个火箭距离其实拉的也不特别开 不敢翻 一刀 骗飞轮 这是一个双弹 加飞轮的矛女 有闪现 哭泣小丑这边的话 要不要来搞一波 搞归搞 闹归闹 有个问题 就是你哭泣小丑没修机子 我风眼这边 抓的慢了 也就是开局丢两台机 哎呦我也就是开局丢两台机子嘛 对不对 现在两台机还没到呢 优兵的机子还没修完 就你实验上面来讲呢 确实这把比 单抓 矛女 哎呦 要稍微的 久一点 但是你看这机子 总量加起来两台出头 风眼这边还能够划一划 过来 好的 又是这张椅子 这张椅子佣兵只能秒救啊 这张椅子 佣兵但凡有所迟疑 这个人可能就救不下来了 只能秒救 打一刀 好的 很正确 因为这张椅子它背靠墙 佣兵但凡我碗个一点点啊 这里的机关墙能量又没消耗掉 就一定是一个防过半 所以佣兵这边只能这样救 这个的话再来防你一手哭泣小丑 没机会了 因为这个藕猴墙它的风也我们见识过了 之前那把虽然说输了 但是它打的其实是很好的 它打的其实是很好的 这里 风一风 稍微风一风啊 这边的话远处移情 想移情给佣兵 还滑到了这里的心理学家 这里拦住 让你的火箭炮没有用 好的 很细腻 很细腻 打的是真不错啊 赢了赢了赢了 这把这把我们打不过他的 这把我们打不过他的 移情还是要移情给佣兵吗 这里的激光强能量应该是不多了 打一刀 救下来 白白一刀抽到没倒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因为现在这个猫女士要被挂飞的 直接一个超频封住 好的 再来 你敢不敢翻吗 他的整个节奏非常非常的流畅 大家发现没有 非常非常流畅的一个节奏 这把我们真打不过他 上一把我们侥幸能赢他 他也是 确实地图好 天时地利人和 这把打不过他 外面机子的话 现在就算是 枯桥准台机子修掉 还差一整台呢 一整台机子 对于封眼来讲就绝对够了 除非有囚徒这种远程的 要不然就是穷者占据优势 要把那边外围的机关墙能量清净的 这里的话 这根针能补上吗 能补上的话 也扛不住啊 翻个板子 差一点点啊 这边差一点点 应该是能把血补满 还倒遗产机 这边佣兵还差一点 被封在里面 半血佣兵 还是一样的问题 这边的话 找一个背靠墙的椅子 心里这边也外面重启台机子 佣兵的话 跳护臂过来准备 直接秒救吗 但我觉得还可以跳过来啊 封眼这边有闪向 看清楚 看了一眼这点机子没有亮 没有修 好的 结束 我分析的是不是很准确 这套阵容 这张地图 打封眼 只要毛女被封眼看见 游戏就结束了 游戏就结束了 因为这个级别的封眼 他抓毛女 这刀阵容没有办法保的 一定是在开门战 开门战之前挂飞 那么等到 一旦毛女被挂飞 封眼藤出所来控场 大概率就是一个多抓 大概率就是一个多抓 这里佣兵教自己 还想再来捞一波 没机会 直接用两组墙 劝退佣兵 心理学家 关键是他这边能量清空没有用 他得到地图的对面去修机子 他得到地图对面 最后台机子在地图对面 这用兵是教自己的 已经快扛不住了 已经快扛不住了 一滑 我去 这还给你滑到了 这个封眼到底是谁啊 哦好强 真的有点强啊 今天我们看了两把 这打的真的都蛮强的 没了 用兵就要自己 别捞出 三二一 索尼 好的 完美的一个四周 挑不出毛病 这把这封眼确实挑不出毛病 打得好的 打得好 好 那我们就撤退啊 下次再见 小兄弟